我的土星是在双鱼座 然后在地霸峰 你知道吗 羡慕嫉妒恨范晓然这种事情 我经历的可多了 原因很简单 我太杰出才范晓然 太假了啦 我其实是想讲这个哦 薪水好低哦 交不到女朋友 光起床就很厌世 你做梦都想不到厌世 也跟占星有关哦 占星命盘当中有一颗星 叫做土星 它也是我们觉得很难突破的地方 那我们就来看看 你星盘当中的土星 跟厌世之间的关系 土星在村女座和在地露峰 如果你有这两颗星 那我只能说 请到你的老板 非常的幸运 因为你是一个非常负责 而且过度负责的人 你总是被一些小细节给困扰 觉得很多事情都要有规则 总是害怕得不到同事的肯定 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那当然身体就会不好咯 身体健康也是你的另外一个 厌世的原因 因此我会很希望 这个土星让你成为养生狂 接下来是土星在射手和九弓的人了 九弓和射手是土星最好的位置 你们喜欢眼见为凭 算是人生的科学家 很多事情也要求 书本上有说的 或者是已经发生了 你们才会愿意相信 因此稍微有一点一感一眼 有时候我们反而会觉得 你应该让自己再自由一些些 因为你们很怕失控嘛 老师你为什么九弓和射手是土星的好位置 我刚刚顺口一说你们都注意到了吗 九弓射手是很容易 自大自满 膨胀的一个区块 那由土星来镇压 这个人可能就会谦卑一点 就会表现得刚刚好嘛 接下来就是土星摩羯跟土星石工的人了 首先这样的人自己本身就很自律 你们厌世的点就是 为什么我的工作永远都做不完 老板的要求总是特别的高 但是在高标准的要求下 你也表现出了超乎常人的水准 你以后会是人生胜利组 所以不用担心 接下来就是土星在他的弱势位了 那就是巨蟹或者是私工 你们的厌世感呢 是一个很沉重的课题 因为它可能来自你的童年经验 你的出生家庭 你跟家人的关系 它就是你厌世的原因 很可能家人对你很冷漠 或者甚至你就像孤儿一样的成长 对于被爱这件事情你不敢奢望 所以其实对你来说 如何累积真正的自信 靠自己来栽培自己 建立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庭和基地 这样子你就能够把幸福感 再度地找回来 接下来就是土星在双鱼 或者是在神尔宫的人了 你身上飘散着一种流浪者的气息 有一些人不见得是流浪者 他甚至会觉得自己的人生 怀才不遇啦 运气也没有那么好啦 类似像这样的事情会让你很厌世 但某种程度你就知道 这是命运给你的一个功课 当你觉得运气不是很好 疑惑是觉得占不到便宜 那我就多努力一点多赚点钱 有时候最后的赢家反而是你哦 土星在白羊跟义工的人 你们常常问 为什么我要生在这个世界上 总觉得自己是不够好的 一直在找一个主题叫 我是谁 我要往哪里去 你的厌世感是别人没有办法劝你的 你必须靠着自己不断不断地成长 不断不断地累积 才能够让你慢慢地靠着 哎 我好像做得还不错 哦 原来有这么多人肯定我 而感到不厌世 而且你真的没有你以为的那么不好 你把自己弄得那么的严肃 那么的硬 其实反而会让别人觉得你很紧张哦 再来是土星在金牛跟二宫的人了 我们都知道金牛跟二宫就是钱咯 所以一谈到钱 头就很痛 比如说这一生当中 你可能都在超支 可能都在超支 可能都在超支 或者是你很害怕超支 除了这个很实际的问题以外 你们也很可能有抽象的烦恼 那叫做被看扁的恐惧 从小觉得自己好像没有被好好栽培 如果可以怎么样 我会更好 所以你很可能会自我挖掘出你的能量 或者是会省出一片天 日后反而变成别人心目当中非常有能力的人哦 接下来是土星在狮子座和在第五宫的人了 你们应该是非常害怕自己成为一个太独特的人 所以拼命地在掩盖自己的特色 久而久之就很像在演一个角色一样 慢慢地失去了自我 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赶快找出自己的个性 而且成年以后 也许子女的问题也很可能会让你很厌世 他们是独立的课题 并不是你的错哦 土星在双子座和三宫的人 你们一定会有表字发音表达上的困扰 亦或是人际关系方面的困扰 一想到要跟人相处就很厌世 然后有时候会觉得 为什么我说话就是没有办法很流畅呢 可是因为有这些困难 所以你反而会做足了前期的功课 像你们这样的性格 说话要求非常的理性 也会给人家严肃的感觉 反而会让人家对你有信任感 接下来就是土星在天平跟奇功了 各位都知道这是一个所谓的敌对关系 或者是婚姻关系的功位哦 所以很容易觉得别人对你很不友善 或对你很冷漠 你的厌世就是为什么别人要这样对我 其实你很害怕亲密 你也会有一个障碍 不知道如何在两人关系里面 跨出去那一步 你在选择伴侣方面 你也会倾向选择安全一点的 而不是你最爱的那一个 所以在人际关系方面 我觉得是日久见人心 久了人家就知道你是什么样的人了 所以请你不要太焦虑哦 接下来就是土星天蝎跟发工的人了 这是一个很复杂的功位哦 首先第一 跟伴侣的金钱有点纠缠不清 所以如果你跟别人有合作关系 钱的部分一定要讲清楚说明白 不然它会成为你日后很厌世的原因 第二 你很可能很容易招来别人的羡慕嫉妒恨 所以如果你表现出色 有时候就会有点犯小人哦 怎么样压抑自己风头不要太过 这个是很重要的哦 你很可能也有亲密关系障碍 怎么样跟一个人融合在一起 你又不会觉得失去自我 这很可能是终生都要学习的课题 接下来是土星水瓶 跟土星十一宫的人了 这一组人最厌世的原因呢 就是觉得跟周遭格格不入哦 社会上发生的一些事件 也会让你觉得很厌世 你们还是少看社会版为妙哦 而且这一组的人很难交朋友耶 因为志同道合不容易不简单 亦或是好不容易加入某个团体 你很可能是当中最劳累最辛苦的人 不过这相对的也代表 大家很相信你的人品 你是能者多劳 所以请不要厌世哦 听完了你的土星以后 你做何感想呢 我希望的是你不要再厌世了 因为这个就是很公平 每个人都会有的功课 我可以告诉大家一个秘密哦 土星虽然是我们早年最辛苦 最厌世的地方 但是也是我们晚年最有成就的地方 就是因为它是个问题 所以你会努力处理这个问题 并且最后你成为专家 下个主题见哦 嗨 大家好 我是唐启阳 从这个月开始 我就会在Vogue频道跟大家见面了 我会在这里呢 分享很多星座的小尝试 或占星的小知识 我们Vogue见